蓝星客专 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铁 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世界上除了中国 其他国家会不会耗费巨资在戈壁 沙漠 雪山的恶劣环境下 修建一条上千公里的高铁线路 答案是没有 发展中国家没这个实力 发达国家资本主义 奉行投资回收效率 也不可能耗巨资 修建一条明知道亏损的高铁 但我国从自身发展与战略目标来讲 这是一条必须修建的高铁 在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线路网中 有一条通道贯穿中国东西 从戈壁沙漠到黄土高坡 再到中原地貌 华东平原 最后抵达中国重要的港口连云港 这条通道就是陆桥通道 陆桥通道全长3405千米 由蓝星客专 徐兰高铁和徐连高铁组成 设计时速250比350千米每小时 其中蓝星客专就占了总里程过半 蓝星客专全长1786千米 与国内其他长距离高铁分段 施工分段开通运营不同的是 蓝星客专全线同时开工 同时通车运营 蓝星客专穿越甘肃 青海 新疆三省区 沿途 沿途包含黄土高坡 荒漠深沟 草原 高原 戈壁 沙漠等地貌 建设难度不低 大家都知道 新疆戈壁荒漠还有个特征就是风沙大 蓝星客专要经过四个风区 最大的风区风力可达17级 对动车运行也是个考验 所以蓝星客专沿途都设立了党风亭 基于此 蓝星客专虽然设计时速250千米每小时 但运营速度最高只有200千米每小时 恶劣的气候环境也让蓝星客专日常维护成为难题 由于全线地质灾害频发 蓝星客专经常出现停运状态 2022年3月 蓝星客专赴就整治工程正式启动 同时提速达至工程正式实施 工程完成后 乌鲁木齐至兰州的时间将进一步压缩 蓝星客专开通运营前 内地至乌鲁木齐的火车普遍需要几十个小时 完全达不到促进交流的目标 蓝星客专开通后 CRH5G CRH5让乌鲁木齐至兰州的旅行时间压缩在十来个小时 即使远在北京、上海 到乌鲁木齐的换乘时间也将压缩在二十小时内 这比以前动辄四五十个小时的耗时节约了近一天时间 蓝星客专让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了乘坐高铁的机会 即使耗费巨资 祖国也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 同时蓝星客专也是我国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支撑点